把农村婆婆接到城里后 她竟然要求我每天早上给她请安奉茶 晚上伺候她睡觉 更过分的是如厕时还要求我在一旁候着 她说她是慈禧太后的后人 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 还真把自己当慈禧了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 我自己亲妈都没这待遇 她算老几 孟茨 其实我妈还健在 你没开玩笑吧 我脑袋猛猛的 那以前你为什么跟我说你妈不在了 张卫抱住了我 因为我爸和我妈离婚了 而且闹得很僵 所以我爸就直接说我妈死了 如今我爸也去世了 我想带你去见见我妈 我脑子有些没反应过来 但还是点点头 毕竟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她高兴地亲了我一口 那我们这个周末去看我妈吧 彤彤听到我们的对话 扑登着小短腿跑过来兴奋地问 童童这是有奶奶了吗 她会像大虎的奶奶一样疼我吗 我摸摸她的小脸蛋 当然了 我再一次给予她肯定的回复 可是余光却瞥见张卫欲言又止的表情 张卫纠结了一会儿 开始开口 孟茨我先提前给你打好预防针 我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有时候说话可能那么不中听 你多担带点 我不以为然地点头 真是的 我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很快就到了周末 我们把彤彤交给我妈照顾 早早地就驾车赶往目的地 经历了一天一夜的不眠不休 我们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地方 张伟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停下 这个院子破旧厨房都塌了 我甚至怀疑这里面压根就不能住人 张伟直接推开门 急步走到里屋 我也跟着去了 听到动静 妇人老泪纵横 慌忙穿鞋扑上去紧紧抱住张伟 我的儿子哟 你终于回来了 我有些尴尬 因为他全程就当我是空气 问都没问我一句 张伟注意到我的目光 他急忙介绍我 妈 这是我给你找的儿媳妇 我们还有个可爱的女儿 不过路途太远了就没带他来 他上下打量着我 身子这么瘦 怪不得生不出儿子 说把他又拉起张伟的手 语众心长地说 你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不然以后的家产总不能给一个外星人吧 这听得我不高兴了 看着这些破败的院子 我忍不住吐槽 不知道的还以为有皇位要继承 张伟赶紧打圆场 妈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女儿也能撑起一片天 妇人白了我一眼 然后出了门 眼镜死死盯着停在门口的新车 而此时 村里也零零星星有几个人注意到这里了 妇人突然疯癫地笑了 她指着不远处的人 看到了吗 这是我儿子的车 瞧瞧多起派 平日里你们这群奴才总是看不起我王贵分 如今我儿子有本事了要把我接到大城市生活 你们就继续在农村当奴才吧 听完这段话我大为震惊 什么主子奴才 更何况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她接到城里 张伟羞愧地低下头 老婆 这话是我给我妈打电话时说的 你要是不想跟我妈住一块 我就不接她了 我看看这破败的院子 叹了一口气 算了 这个年纪她的确该想想服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是感觉周围的人有些怜悯地看着我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张伟就已经开车带着王贵分离开了这里 在车中 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冲鼻的味道 我不禁心里嘀咕着她多久没洗澡了 王贵分可能没怎么出过远门 一路上她都捂着头喊难受 光涂都吐了好几次 我也尽了儿媳的义务好和照顾她 但是我总感觉她在针对我 比如有次偶吐她没有涂在我为她准备好的塑料袋里 直接吐我身上 看到我衣服上的呕吐物 再闻着车内难闻的味道 我也没忍住吐了出来 王贵分撇撇嘴 嫌弃地挪到一边 让你伺候我 你咋也吐了起来 我当时很想发飙 但是看到张伟为难的不知所措的模样 我又心软了 算了 她是长辈 让着她吧 等到了小区 王贵分惊奇地睁大眼睛 这环境真好 人也穿得漂亮 儿子这房子你花了几十万啊 四十万 王贵分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四十万 说完她瞥了我一眼 有些女人看着傻不拉几的傻也不会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可偏偏命好嫁给了我儿子 还住着她四十万买的房子 我气笑了 张伟是出了四十万 可是这个地段的房子要五百多万 剩下的钱可都是我出的 不可能 你个女人怎么会比我儿子还有钱 肯定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张伟赶紧捂住王贵分那四处喷吐抹星子的嘴 妈你别乱说 孟子是本地人 家底比较厚实 王贵分这才缓呼了脸色 他笑眯眯地对张伟说 还是我儿子有本事 连本地姑娘都往你身上贴 我实在不想搭理她 气得先回家 回到家后 妈妈正在陪彤彤看动画片 彤彤看到我就亲热地抱着我喊妈妈 正在着母女之间的温村时刻 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为什么在我家 我妈疑惑地指了指自己 你是在问我我是谁 张伟着急地拉拉她的衣服 妈 这是孟茨的妈妈 王贵分依旧不依不饶 那又怎样 既然女儿出嫁了 那么这就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凭什么来 妈妈优雅地喝了口咖啡 然后皮笑肉不笑地问张伟 阿伟啊 这是你的房子 我感觉张伟尴尬得都能抠脚 我便代替她回答 房子是我爸妈出大头 所以房产证上写的我爸妈的名字 王贵分一听就一屁股坐地上撒泼打滚 嚷嚷着说我妈抢房子 我妈皱眉然后对我说 孟茨我先回去了 不过我这个亲家母好像有些不太得体 我妈走后 童童懵懂地看着还坐在地上哭闹不止的王贵分 递给她一个棒棒糖 然后奶生奶气地说 你就是我的奶奶吗 给你一颗棒棒糖 别哭了 王贵分一巴掌拍在童童的小手上 棒棒糖被打掉在地 童童捂着手委屈地哭了起来 我心疼地抱着童童 看着童童被打红的手气地差点没喘上来气 我的宝贝女儿我都不舍得打 她怎么敢 妈你干什么 张维赶紧把王贵分拉起来 然后在她耳朵旁说了些什么 她有些不服气地说 一个小丫头片子也配当我后代 别忘了咱们老祖宗是谁 我迷惑地看着她 什么玩意 老祖宗晚上我把王贵分安排在离我卧室最远的一个房间 回到屋我才把这一天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 张维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妈这脾气我一天也忍不了了 你赶紧把她送回去 张维赶紧哄我 行行 让我老婆和女儿受委屈 哪怕是天皇老子我也要把她送回去 听到男人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心情这才好起来 突然门光的一声被踹开了 王贵分气得胸口大幅度浮动 好像一个愤怒的河马 你个毒妇 竟然怂恿我儿子把我送回去 我看你就是皮痒痒欠打 你在门外偷听我们说话 面对我的质问 王贵分反而理直气壮 两口子之间不就那点破事吗 我听听又怎么了 本来是想听听你们有没有给我造孙子 没想到你竟然想把我再送回去 现在的女人忧 生不出儿子还这么狂 生一个丫头骗子还处上天 这种赔钱货就该死 我实在忍不了了 冲上去和她撕打在一起 竟然敢说我女儿 看我不撕烂她的嘴 张维赶紧从后面抱住我 妈老婆求求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我被束缚住手脚 这时候王贵分趁机踹了我好几脚 我失望的看着这个只会祸悉你的男人 离婚吧 离婚 只有我儿子修了你的分 你既然嫁给我儿子 那么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王贵分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张维可是怕了 他扑通一声给我跪下 声剧泪下 我爸死得早 我妈为了不被人欺负才慢慢养成这样的性子 老婆 我知道让你和彤彤受委屈了 可是 可是他也是我妈啊 说完他就朝着自己的脸一巴掌一巴掌的扇去 美善一巴掌就对我说 老婆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王贵分心疼的直落眼泪 但是怎么都阻止不了张维 看着张维已经红肿的脸 说不心疼那都是假的 就是因为当初太过于喜欢他 我才不惜下架 这时候彤彤也被这动静吵醒了 他拿着小熊站在门口 看到这一幕直接吓哭了 爸爸爸爸 你为什么要打自己 疼不疼啊 看着这一团糟的场景 我抱起彤彤轻声安慰 然后看着张维满怀期待的眼睛 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不离婚了 看在孩子的面上过下去 王贵分嗤嗤以鼻 儿子你这么怕他干啥 有了孩子的牵绊 我看他能跑到哪里去 张维怒吼 妈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个烂摊子 我抱着彤彤去他屋睡觉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老实了不少 正当我打算这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下去时 他又出幺蛾子了 那天在小区的亭子里我看到了王贵分 没办法 他那一身打扮和周围的人相比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他一个人在哪里激情喷没 周围的人都一副惊恶的样子 我潜意识觉得他肯定在说我坏话 别是我悄悄过去 由于他的声音太大了 所以哪怕我离得有些远也能听到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个儿媳妇有多不孝顺 早上也不给我奉茶请安 更不待在家里好好伺候我和儿子 还有那个小赔钱货 一年光学费都要十万 丫头骗子上什么学 长大后找个人嫁了 这不就是他最后的宿命吗 一系列毁三观的话让周围人目瞪口呆 其中一个穿得珠光宝气的富人阴阳怪气的说 你家那个儿媳妇我可见过 夫白貌美 娘嫁家底野后 是你儿子高攀了 能嫁点你儿子你就偷着乐吧 王贵芬不高兴了 什么叫我儿子高攀 你知道我祖上姓什么吗 叶赫南拉氏 正宗的满洲香兰其人 给他个机会伺候我们 那都算看得起他 我把这段毁三观的话全程录了下来 然后回家 没一会儿王贵芬若无其事的回来了 我倒是憋了一肚子气 好不容易等张伟回来了 我立刻打开录音 给他个机会伺候我们那都算看得起他 张伟气得脸都红了 妈 清朝都灭亡多少年了 再说我们祖上还不一定是慈禧太后 怎么不一定 是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和慈禧太后长得一模一样 凭什么同脸不同命 就凭着你就敢自称慈禧太后的后人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值钱的信物能证明呢 他恬不支持地指了指自己那张老脸 我的脸就是最好的信物 我看着那张满脸褶子的老脸 如果硬要说下 也确实有一点点相似 张伟把我拉到一边哀求我 老婆 我妈他这人就是喜欢幻想 你别搭理他 我心疼自家男人整天为了处理妈妈和媳妇的关系而日间憔悴 我虽然有些不愉快 但还是说 行吧 我一个晚辈就不跟他计较太多了 他高兴地亲了我一口 我老婆最知情打理了 明天就是周末 趁着放假 我好好带着你们娘俩出去玩一玩 张伟这一操作把我哄得没气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 一大早王贵芬就直接冲进卧室把被子掀起来 幸好我有睡觉穿睡衣的习惯 不过张伟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喜欢裸睡 张伟赶紧抢过被子盖住要害 他生气地质问 妈你在干什么 我看了看手机 才六点 好不容易放假休息 还打算睡个好觉 现在王贵芬这一操作直接把我整不困了 王贵芬冲张伟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儿子妈知道你累 你先休息 随后他又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懒的儿媳妇 既然昨天你什么都听到了 金哥还装傻冲浪 真不如上一 妈张伟着急地大喊 王贵芬兴兴地闭上了嘴 上一个什么 我妈说的是我上一个女朋友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谁过去还没有段年轻时的恋情呢 王贵芬指着我 既然当了我儿媳妇 从今晚后我也不会惯着你 今天就当给你提个醒 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上班了 每天六点给我奉茶请安 晚上伺候我入睡后再伺候我儿子 听说慈禧太后如厕时也跟人 那以后我上厕所你也在一旁候着吧 张伟被吓坏了 看表情都快急哭了 妈你别害我吧 你少说两句吧 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一巴掌 让他看清如今是什么年代 我辞职伺候你 王贵芬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再跟现在一样满嘴喷愤柔我不高兴 我让你死后都没人给你收尸 还有你说你是慈禧太后的后人 你有证据吗就给自己戴高帽 千万别说就凭借你这张老脸 你脸怎么这么大呢 王贵芬又是出杀手锏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天喊地地诉说着我的不孝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有这样的儿媳妇还有没有天理了 听到这句话我立刻把家里窗户打开 冷冷地看着他 跳 要死赶紧死 我只不定心情好 还给你买个好点的骨灰盒 张伟皱着眉 孟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好歹他也是我妈 没有能力调和婆媳关系 只会祸悉尼的男人 给我闭嘴 现在把我彻底惹毛了 像个火药头一点就诈 王贵芬自然是不敢跳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颤抖着手指指着我 你个只会生赔钱货的小贱人 给我等着 我要把我的祖宅拿回来 随便你 哪怕把整个宇宙给你 我都没意见 我一边说一边把门打开 不过在此之前你能不能先离开我家 孟子你非要和我妈一般见识吗 你就不能看在我的份上 再多说一句你也给我滚 我为了你已经忍了好久了 你别不知好歹 难道就因为你是我老公 我就要一直忍受她迁就她 你要是有意见你也跟着一块滚 张伟不敢置信 孟子 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好姑娘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少扑啊我 老娘不吃这一套 我就问你 今天是选择让你妈单独滚吗 还是你和你妈一块滚 王贵分怂恿张伟 儿子 可不能让一个女人家反了天啊 打断她的腿看她老不老实 张伟也难堪地看着王贵分 吞吞吐吐 妈要不我给你钱 你先下去住一晚吧 说着张伟就从钱包里掏出大概七八百块钱 王贵分一把把钱抓了过来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长大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对付我 你不就嫌弃我这个当妈的没本事吗 你等着 等我被册封后我要让你们跪地求饶 说完她就拿着钱气哄哄地走了 晚上 我感受到张伟一直在翻烂覆去没睡着 见我醒了 她有些担心地说 我妈一个人在这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的 我有些害怕 半晚上的我的气也消了不少 算了明天给她一笔钱 你把她送回老家吧 等年纪大到不能自己独自生活的时候 再把她接回来 张伟亲了我一口 这个主意好 放心吧老婆我一定完美完成任务 不过有时候 现实和想象的却有很大的出入 就比如 此时我们亚登就找不到王贵芬的人 打电话不接 要监控 看见她坐了一辆公交车 我们害怕出事就报警了 然后焦急地等待警察的回话 在等待警察回复的这两天我开始自责 仔细想想我那天说话的确有些太狠了 就这样煎熬了一天 警察给我打电话说王贵芬没有失踪 他去了北京 去北京 挂完电话我坠坠不安 我问张伟 你说你妈还不会真的去闹头 这把故宫要回来吧 张伟摆摆摆手 以我对我妈的了解 他也就是爱打嘴炮 这话并没有让我放心下来 妈呀如果真的闹出很大的动静 别人就会扒他的身份 肯定也会扒到我的 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这么奇葩的婆婆 所以我现在只能祈祷 他不至于蠢到要要回故宫 果真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两天后王贵芬主动给张伟打电话 让他来北京故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战场 在故宫门口看到了徒手压制两名工作人员的王贵芬 门票 我进我家凭什么要门票 周围的旅客看不下去了 大妈 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 大清早就灭亡了 这个宫属于宫家的了 你给我闭嘴 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去我家 你怎么还好意思巴巴 不行我要搜身 万一你从我家偷点什么东西了呢 这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人拿起手机录品 正在我尴尬之际 张伟竟然拉着我就往王贵芬那边走 我赶紧挣脱 张伟你干什么呢 赶紧把我松开 张伟松开了手 他失望地看着我 再怎么不对他也是我吗 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我不能做事不管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那就算了 欺负他 就他那张嘴水感吧 没看见他正在舌战群入吗 我来没来得及开口 张伟就去独自前往帮王贵芬的路上 王贵芬看到张伟立刻激动地大喊 儿子快来救我 看到了张伟他就仿佛看到了主心骨 他又来了近 我就是慈禧的后代 如果不相信的话 把他的尸体挖出来做个DIA鉴定 张伟把王贵芬护在身后 这件事的确是我妈有错在先 可是你们也不能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吧 工作人员瞪大了眼睛 你说我们欺负他 这时候王贵芬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疆牙舞爪地朝他的脸抓去 两个小时后王贵芬和张伟上热搜了 农村妇女自称是慈禧后代 要求归还故宫 如此有噱头的标题 迅速引来了上千万的浏览量 有人把王贵芬做成鬼畜视频 连同张伟也不放过 我还没从北京回去 就有好多身边人给我发消息问我怎么回事 我感觉我肺都快气炸了 我知道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不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我特意让我妈多带几天孩子 只能说我们全员狼狈回家 妈 你知不知道我们都上热搜了 不同于张伟的崩溃 王贵芬本人倒是云淡风轻地说 上热搜这难道不好吗 让更多的人平平理 到底谁对谁错 我也忍不住埋怨张伟 早就让你把你妈送回去 你一直拖一直拖 现在拖出事了吧 你还好意思说 那天如果你不说那些刺激我妈的话 她能去北京 我弄住了 这是张伟第一次这么吼我 我这哪能忍 我的嘴就这样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须他 你要忍不了那干脆离婚的了 还不等张伟开口 王贵芬就叫嚷着 给你忍了是吧 我能治得了一个就能治得了第二个 你们这帮女人都没个儿媳妇样 就该打 原本我也只是说气话 但是听到这话我立刻抬起头 什么意思 张伟吓得赶紧阻止 妈 我求你别说了 王贵芬一把把她推开 恨铁不成钢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了 怎么跟我一点都不像呢 孩子都给你生好了你还怕他跑 说着他就嚣张的地对我说 我前儿媳妇外地的王 一开始也像你这么不老实 后来我就打 把他打老实了 最后难产大人小孩都没了 不过死得正好 生个赔钱或他就没脸活在世界上 说到这他表情猙獰 好像还对那个姑娘有多么大的仇恨一样 我看着张伟 张伟心虚地低下头 孟茨 那都是我年轻不懂事 而且我和他也没领证算不上夫妻 我的身体由于气氛而发抖 我表情就跟生吞了几百只苍蝇一样 我忍住恶心指着门对他们说 现在立刻给我滚 别逼我动手 二刚说完完贵芬直接上手 我就这样被甩了一个耳光 妈的这辈子我哪受到过这样的气 我抡起拳头就往他脸上砸 一下子就把他鼻子砸出血了 张伟健壮立刻把我用力推开 我猝不及防地重重摔倒在地上 额头磕到了桌子 鼓鼓流血 孟茨孟茨 张伟的声音越来越远 好像从远处飘来一样 最终我彻底晕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自己正在医院躺着 妈妈正在抹眼泪 见到我醒来后妈妈一脸惊喜 随后看到我额头上的伤疤幼稚而愤怒 那个张伟和王贵芬真不是个东西 刚才王贵芬还说医药费是他儿子垫付的 让我还 不过话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摔倒了 看得妈妈都心疼死了 哎呦我就说你压根不会出什么事 我儿子还非要送你去医院 矫情 我妈立刻反击 是啊 我家孟茨就是娇贵 毕竟从小娇生惯养 不像某些人 说完她就已有所指看了他们一眼 不可否认 我妈妈的确有些事里眼 原本她就看不上张伟 如今更看不上了 我静静地看着张伟 突然开口质问 你害我住院 张伟你真的不心虚吗 什么 是你推我宝贝女儿的 我妈听后立刻站了起来 一副随时都要去找张伟拼命的样子 张伟慌了 孟茨当 这妈的面你能不能别乱说 你有什么委屈 有什么气 咱回去说 到时候我任你处置 她还是用着祈求的眼神看着我 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心软 我拉着我的衣服示意她别激动 张伟我要和你离婚 如果你还要点脸 就带着你的存款给我离开 不然我就把你告上法庭 告你故意谋杀 其实这件事呀根没这么严重 但是如果真的追究起来 也会吃上一段时间的国家饭 留了底安后 她找工作处处碰壁 前途也毁得差不多了 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 你真的不顾及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了吗 而且你压根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推你的 孟茨 我会把我妈送回去 我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王贵芬很显然不能接受张伟所说的话 她恨不得把我手刃了 你个贱人 竟然敢挑拨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 我告诉你这个婚必须离 但是房子必须分我儿子一半 还有车子分给我儿子 不然我们就跟你耗下去 我问张伟你也是这么想的 此刻张伟的眼睛里充满了虚假的深情 孟茨 其实我压根不想和你离婚 如果你非要逼我的话 没我妈说的那些条件我绝不离婚 说吧 她深情款款地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可以 我愿意跟你一直耗下去 直至死亡 我嘲讽地笑了 不能如你们所愿那真的太可惜了 对了 忘记跟你们说了 自从你妈来了之后 我就在客厅安了个针孔摄像头 生怕她做坏事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张伟下的发白的脸 你说她正好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 怎么办 离 我离 我净身出户 王贵芬不理解张伟为什么怕成这样 她训斥 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 哪个女的没有被自家男人打过 就她矫情 我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对张伟说 把这个字签了 就代表你同意净身出户了 张伟等着连把字签了 王贵芬一直在一旁闹腾 明天去游政局把婚礼了吧 童童是我女儿我抚养 王贵芬冷哼 一个丫头骗子 还真以为我们会和你抢 你真的这么想和我离婚吗 孟子我是真的好爱你 我立刻打断张伟的话 停 你爱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家有钱我强势 我的后果指不定和你那个没领证的前妻一样 张伟惺惺的带着王贵芬离开了 当天我就出院回家养伤 医院的消毒水未刺激得我鼻子难受 第二天 我刚收拾好就听到外面用大喇叭吆喝着 毒妇林梦慈 不孝顺婆婆 没有给我们张家传宗接待 还想离婚让我儿子净身出户 我儿子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该怎么算 我打开窗户一看 果然是王贵芬拿个大喇叭吆喝 我打电话给保安 小区里有人找事 她是我前婆婆现在和我没关系了 以后别放她进来 很快就来了两个保安 把她连拖带拽的带走了 呵 没我你连这个小区都进不来 我打电话给张伟 过了好一会电话才接 电话那头传来痛苦的声音 孟子我们别离婚好不好 我真的好爱你 听着她含糊不清大着舌头说话 我皱眉 你喝醉了 不会耽误你和我离婚吧 电话那头依旧喋喋不休的说着悔恨的话 说当初就不应该把王贵芬接过来 行喝醉了吧 那我就给你下一个猛计 你妈在我家楼下闹事 什么 我妈跑去你家楼下了 我没有回复她挂断了电话 然后打开某视频软件点开附近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开启了直播 直播间人数蹭蹭上涨 咦 这不是那个自称慈禧太后后代的人吗 这人是我们小区一位白富美的婆婆 奇葩得很 这位网友应该也是我们小区的 然后她就开始讲述着王贵芬说过的悔三观的话 没一会张伟也来了 评论区有人可怜张伟 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 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找到个好工作迎娶白富美 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 可偏偏会在她妈手中 画面中张伟难堪的想把她拉走 王贵芬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着我如何如何不好 见张伟想强行把她拉走 她更来劲了 指着张伟鼻子骂 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先让我躲几年 等稳定了再把我接回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 不就怕媳妇跑了吗 天下女人多的是不知道你怕什么 如果一开始把我接回去 现在我就能把那个小贱人治理的服服贴贴 就像上一个不是照样被我打怕了吗 张伟脸色一变 妈 一瞬间评论区炸开了锅 什么 这个男人还是二婚 突然有个人提问 只有我一个人好奇 她以前那个听话的好儿媳妇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吗 我评论 我就是她口中说的恶毒儿媳妇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张伟还有个没领症的女朋友 她难产去世了 评论区再一次炸开了锅 也有不少人提出自己的问题 听她的话 以前那个儿媳妇一开始也不听话 但是她为什么不跑呢 看着屏幕中焦头烂额快要崩溃的张伟 我第一次觉得以前从未看清过她 原来当初骗我她没母亲 只不过是为了顺利和我结婚 等有了孩子她更认为我不会轻易和她离婚 所以才把王贵芬接过来 张伟亚根不敢和王贵芬争吵 生怕从她嘴里有蹦出什么骇人的话 可是她错了 哪怕她不说话 王贵芬也会越说越嗨 她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 看看我钱儿媳妇 长得不比这个矫情的贱人好看 突然照片被张伟抢夺 王贵芬不满的想再夺回来 啪 王贵芬捂着脸不可置信 儿子你打我 张伟浑身颤抖 她疯狂地攻击周围直播的人 别拍了别拍了 好几个人的手机被打掉了 评论区有人说 你们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明明一张照片而已 她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很快大家就截评了女孩的照片 的确是一个很清秀的女孩 穿着朴素的衣服 站在显微箱旁冲着镜头甜甜的笑 大家纷纷评论这简直就是抱恬天物 为什么漂亮女孩都这么眼瞎 张伟的公司也因为她的负面影响太大了 所以把她开除了 好像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虽然她们还有热度 但是互联网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精彩的事情 很快她们就会随着热度下降而在网上销声匿迹 但是没几天 一个视频的发出 又让这件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视频中首先入境的就是一对中年夫妻 她们一着朴素看着老实厚道 是农村在正常不过的装扮 然后拍视频的人给她们看了截图 用家乡画问 大爷大娘 你们看这照片上的小闺女像不像萌萌 夫妻俩立刻停下了手中的活 还特意用衣服擦了擦手 这才拿着起手机好好端向 是累 她就是俺家的萌萌 中年妇女一下子就累崩了 这行李箱还是她店新给她买的 当时她还高兴了好久 此刻一个大男人已经哭成累人 萌萌现在在呢 自从上了大学后 她就再也没和家里人联系过 五年了 我们报了这么多次警都没把人找到 俺闺女现在还好吗 两人期盼的目光 看得让人心碎 视频最后还是没有跟着对夫妻说真实情况 而是以拍视频的人哽咽为结尾 她在视频中配文 这对夫妻是十年前迁到我们村的 所以和大家都不太熟 他们就这么一个孩子萌萌 因为小姑娘长得比较漂亮 所以我对她印象挺深刻的 看到截图时我也不敢相信 那个漂亮的女孩已经遇害了 想着他们平时估计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所以找他们确定一下 此事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惊涛骇浪 警察很快就把王贵分张伟俩人抓了起来 由于这是被受关注 所以警察那边也加大办事效率 最后事情经过出来了 那个叫萌萌的女孩在上大学的路上被人贩子拐走 最后王贵分花了两万块钱把她买了回来 两年不到 萌萌就因为难产死亡 大家都愤怒了 就算王贵愚昧无知 可是当时的张伟已经上大学了 难道他也什么都不懂吗 社会各类人士举着横幅在警局门口 要求必须为可怜的女孩讨公道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和这样的人生活这么久 可张伟平日里的表现就是一个儒雅 尊重女性的男人 他甚至在网上刷到一个不好的视频 也会气愤地抨击那些侮辱女性的言论 我心情复杂 感到一阵悲哀 人皮一皮 谁能看出来原形是什么畜生 我花了大价钱 给女孩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 一个月后 审判结果出来了 王贵芬因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张伟因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最强奸罪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我并不认为王贵芬的处罚太轻了 三年后他出来 才是他真正赎罪的开始 他将会被世人所唾弃 事情到此结束了 我带着彤彤去了国外生活 我想给他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不想让他某天被人指着鼻子骂他是个强奸犯的女儿 从今天开始 我要忘记以前的一切 重新生活 不想让他玩意不够 也不想让他玩意不够 我一定要把人当心 讨厌